对于PC游戏玩家而言 要想获得绝佳的游戏体验 除了游戏的质量需要过硬以外 游戏的帧率表现以及读取速度也算是重中之重 而帧率大多取决于显卡的性能 至于读取速度嘛 当然是和硬盘有关 所以对那些追求极致体验的玩家来说 采用PCR1 4.0技术的固态SSD将会是标配 那作为PCR1 4.0的固态 它究竟能为玩家带来些什么呢 下面就根据超级客来看看吧 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加直观地感受PCR1 4.0固态 所带来的性能增益 超级客此次从西部数据手中 挑衅了一颗j4的旗舰级产命 SN850 HS2 RGB 1TB版本来进行测评 首先从命名上就可以看出 所谓SN750的升级款 SN850同样是隶属于黑盘家族 而此次的SN850同样也提供了两个版本 分别是标准版和装甲版 然而这一代的装甲将会自带RGB灯效 如果再配合官方的Dashboard软件 即可在静态、呼吸和闪动模式中随意切换 另外其也支持雷蛇、Kramer等第三方灯效软件 用以实现神光同步 而这一点能放在硬盘行业里 数十首次 除此之外 作为黑盘当中的新皇帝 SN850的直装箱式散热装甲 仍然采用了碳黑风格的凹凸设计 然而其也在侧面添加了十余个对称的三角形镂空小孔 以此增加散热的面积 并保证了硬盘在高负载下也可以稳定运行 在硬件配置方面 SN850HS RGB同样是基于最新的MR2280主流规格 当作为PCA4100协议的固态 其中Nine的闪存颗粒 主控芯片以及Drum缓存三个部分组成 其中闪存颗粒采用的是闪迪60914Nine的TLC GBSS4架构打造 拥有96层3D堆叠 缓存颗粒是来自美光1GB的DDR4 至于主控芯片 则采用的是闪迪2082-10034A1 仅有8通道设计不仅全面支持PCA4100协议和VM1.4标准 而且还改成了DQD对类深度 以及整合了动态SL缓存算法 基于这些的加持 就官方表示 SN850HS RGB的连续读取速度可以达到7000Mbps 连续写入速度可以达到5300Mbps 而4K随机性跟着高达1Mbps 就这数据还要说什么吗 当然是西部数据永远低神了 然而理论数据肯定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 它的实际性能表现是否与官方所述的那样呢 我们一测便知 本次测试的平台 锐龙5 5600X处理器 加上微星B550排气泡主板 首先我们使用了Chris Dirty Smart软件进行测试 目前来看在1GB、8GB、16GB文件测试中 SN850HS RGB的Q8T1连续读取速度分别为 7038Mbps、6874Mbps、6715Mbps 连续写入速度为5383Mbps、5217Mbps、5209Mbps 这样的表现简直更有完美来形容 如果再将成绩按照吞吐量RUPS来计算的话 SN850HS RGB在Q32716的4K数据吞吐量得分 更是高达了94万的高分 即便是处在高输入银的PCI4.0固态中 也算是拔尖的地位了 然后是在AS SSD Benchmark的测试中 SN850HS RGB的4K随机读取速度为72Mbps 写入速度为258.99Mbps 而整体得分更是为8000分以上 如果要与前代产品做对比的话 SN850的整体得分将会远高于SN750的5715分 以及SN720的4353分 完全是呈现碾压之势 除此之外 为了贴近更加实际的应用场景 我们还使用了PCMark10对其进行的综合测试 这里来看SN850HS RGB的启动得分为10975分 常用基本功能得分为9379分 依旧是处在SSD中的领先地位 同时这个分数同样是领先于前代产品的 看得出来SN850HS RGB对生产力的提升也是相当的巨大 而为了验证SN850HS RGB的调速节点 我们还使用了硬盘检测工具HD10 Pro来进行测试 在测试中我们可以看到SN850HS RGB在500G的文件测试中 顺序读取速度在7000兆每秒 同时其动态缓存容量达到了250G 读取取旋十分稳定 而在写入大容量的文件时 可以看到SN850HS RGB在几乎满载的情况下 可以保证写入文件的不掉速 不难看出高达250G的动态缓存容量 足以让SN850HS RGB获得赫离机群的优势 而作为一款面向发烧级玩家的旗舰杰SSD 西部数据WD-BlackSN850HS RGB的游戏性能到底如何呢 为此我们通过游玩四个限量英零电来进行实际测试 确定来看从点击游戏开始到进入游戏画面 仅耗时13秒左右 而游戏图中的场景切换耗时也不过4到7秒 可以说是丝滑般的流畅 除此之外如果再配合官方的DashiBoard软件 打开自带的游戏模式 游戏的加载时间将会缩减2到3秒左右 近乎实现了秒间的概念 看起来4K性能更加出色的游戏模式 在游戏加载速度上也更加给力 最后做个总结 西部数据的WD-BlackSN850HS RGB固弹影盘 无论是在外观上还是性能上 都绝对算是一款令人惊喜的产品 而超过7000MB每秒的读写速度 外加超过100万4K吞吐量的读写成绩 也让其成为了高端SSD中的第一梯队 而这些对游戏玩家来说 SN850可以大大提升的游戏载入时间 减省不必要的等待时间 至于专业用户也可以用它提升生产力 同时专属的Dashboard软件 也可以让其RGB灯效能够实现神光同步功能 而这一点属性也是其他固态产品所没有的 除此之外目前SN850HS RGB 还有500G和2TB的版本可供选择 足以满足用户的任何需求 当然要讲性价比 618期间选择500G的可能更适合 但前提是你的硬件支持PCI 4.0技术 不然它的性能优势也会百百浪费的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留下更多印象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月强 我们下期再见